我穿成了真千金,被系统按着摩擦 我直接在原文里发疯 假千金炫耀,看到客厅的合照了吗? 都没你的 我开着拖拉机冲进客厅,反复冲撞 哦活,都没了 巧遇一同穿进来的男大学生 我带着他一起发疯 我枕头下都是武器,没事拿大炮轰自己 最后,全文的人都疯了 系统跪着求我俩,求求两位爷了 我今年的业绩要被你俩干废了 你不是想当千金吗?来 看看你这个样子像不像千金,贱人 刚睁眼,一双高跟鞋就踩在我头上 面目猙獰的女孩拿着口红在我脸上疯狂乱滑着 我看见他吐了一口唾沫,指针那一摊说 你像狗一样舔干净 我就勉为其难给你口饭吃 我梦了 我是个被早八折磨疯的大学生 上一秒还在寝室疯狂嚎叫 下一秒,就穿到自己读过的一本真假千金阅文里 系统的声音响起 尊贵的严选VIP会员 恭喜您被抽中真千金体验塔 我怒了 人家抽奖都送抱枕水杯什么的 你送我过来被高跟鞋踩脸 亲亲,特等奖哦 我怀疑他在胡说八道 但我没有证据 如果我没记错 这位真千金下场十分悲惨 童年在乡下受尽苦楚 好不容易找到亲生父母 可父母并不想认他 最终也只是顾及企业形象不得不认 父母偏心 只觉得朝夕相处的假千金才是错认的受害者 最后女主更是在假千金的算计下 含恨而终 所有的家产也是尽被假千金霸占 这是揍麻呀 我能申请不要吗 亲,不可以哦 您要想办法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并夺得家产 不然一辈子回不去哦 我的嘴里传出鸟语花香 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话必 客厅传来父母赶来的声音 假千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士的专业素养 以下翻倒在地 装起了柔弱 我知道 我的都是你的 你很想拿回去 但这个口红确实不是这样化的 你看看 你把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好心提醒你 为什么要推我 这一幕被刚刚赶来的妈妈正好看见 她连忙去扶甲千金 孟琪,你怎么样 随即怒气冲冲地指着我 孟云 你怎么敢这样 也太没教养了吧 脑海里迅速闪回这段原剧情的画面 女主很着急地跟妈妈解释自己是无辜的 却被妈妈一把推倒 脑袋不凑巧 磕在桌子上 血流不止 可妈妈眼里只有孟琪 甚至还发女主去关了禁闭 伤口无人处理感染发烧 最后还留了疤 我能怎么办呢 这狗血的剧情 系统提醒我 亲,按要求走剧情哦 我走你七舅老爷的九转马化 就算你包吃包住 但你大学生永不为奴 我决定了 我不当千金了 我的下一步计划是 变成猴子 扇所有人一个大壁斗 猴猴 在妈妈震惊的目光中 我抠起脚趾一个飞跃坐在孟琪头上 坏东西 左勾拳,右勾拳 飞踢 踩你肚子踩踩踩 滚 爸爸赶来 你疯了吗 你也滚 父母惊呆了 系统警告我 宿主 再胡来 我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 是吗 接下来 我两腿一蹬 两眼一掘 装晕 这下给妈妈搞不会了 这孩子 该不会精神出问题了吧 本来想借着发疯 补一下被早八夺去的婴儿睡眠 谁知道 爸爸上前想掐我的人中 皮鞋踩在我的手指上 我熬一声不得不醒了 开始翻白眼 爬行 仰卧起坐 转圈圈 言语还找不了一下 爸妈 我这是认祖归宗太激动了 第二人格出来了吗 说着我的嘴角很合适宜的 流出刚才去的口水 虽然我有点大病 但我一直有吃到控制哦 孟琪一脸不幸的表情 我倒要听听 你都有什么病 我有巨物恐惧症 我幽怨地看向妈妈 我害怕大撒臂 我有厌盲症 我又看向了爸爸 我害怕老毕灯 我有密集恐惧症 接着我看向孟琪 我害怕心严子多的人 孟琪满脸问号 谁懂啊 光明正大的骂人有多爽 可谁知 妈妈上前抱住了我 孩子 受苦了 孟琪急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你们也信 爸 你劝劝妈 爸爸义愤填膺 他都这样了 你还要和他计较 我们从小到大 有亏待过你吗 孟琪准不会了 一发疯 世界都和平了 既然要追求刺激 那就发疯到底了 我被安排在 和孟琪一个班里 按照原文的剧情 孟琪从始至终 都带着小团体欺负我 女主虽然被认回来 做了所谓的真千金 但却从未引起过 父母的重视 衣服是乡下带来的 连文具都是破旧的 因此受了不少嘲笑和霸凌 被堵在门口 不让上厕所 叫唆男生骚扰他 强迫他跑腿 不服就打 这样的是比比皆是 女主不敢上学 学习一落千丈 最后还在 假千金的陷害下 被学校开除 女主在听见父母 说后悔带他回来时 伤心欲绝 身后突然窜动一个人 一脸不屑地 从嘴里掏出口香糖 黏在了我的头发上 哟 这哪来的穷酸鬼 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 也来读我们学校 原规都生锈了 还用 你没有妈妈给你买吗 发丝被湿答答的年夜附着 我的精神瞬间不稳定了 系统再次提醒我 亲 按剧情来完成任务才行哦 凭什么 凭什么明明是真千金 却要吃这种苦 我去你七九老爷的剧情 我悠悠抬头 眼神中透着恐惧 你有幽门螺旋感军吗 我害怕传染 什么 小太妹懵了 我都闻到口臭了 你最好给我的传染病体检报告 还偷偷呼了口气在手里 疯狂地闻 孟奇翻了个白眼 你管他说什么 他就是没妈的疯子 还妄想过上富人的生活 这下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就我头发 来回推散我 还在嘲笑 你看 他都不叫唤 耸包蛋 他们不知道 我的大招正在CD冷却中 我熬了一声 给他们吓一跳 接着就抄起桌子上的生锈原规 颤抖吧 破伤风之刃 我就像一个手持大刀的武士 所向披靡 追着这群小屁孩 疯狂戳戳戳 请你不要到处戳戳 报仇需要戳戳 不小心就没戳戳 哦 哦 哦 救命 他们前面跑 我在后面戳 撵着他们 跑了大半个学校 发完疯 精神都舒畅了 只有孟奇 当天带着那群小喽啰 排成排的 去医院打破伤风疫苗 那天 满医院都是他们的嚎叫 班主任赶到的时候 他们正哭唧唧的 像个瘦气包 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们还没受过这种委屈 不出所料 这是惊动的校长 一身正气的校长 面上巨石威严 班主任一本正经的汇报 据现场的同学说 是孟奇带着一群人 先去挑衅 嘲讽孟云是乡下来的 没背景 校长抚了抚大背头 这是确实要好好处理 不能让学生寒了心 你看 还是好人多吧 哪有那么多奇葩 可谁知下一秒 班主任凑到校长耳边 小声嗶嗶 打孟云的其中一位学生 他妈听说校长想换辆车 刚把一兜东西 送您办公室了 让您看着办 校长仅仅沉思三秒 那就让孟云退学吧 校长 明明是他们先找事啊 校长突然提高语调 肚子抖三抖 你能和他们比 再这样 信不信我直接给你扔出去 于是我就被叫了家长 可父母听说是我的事后 都说没时间 只派了个保姆李妈来 行吧 李妈就李妈吧 可见到李妈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后 我后悔了 他一来就把孟奇护在身后 仗着自己在家里做了十几年 开始教训我 大小姐呀 你可别在外面丢家里的脸了 你这样 还不如当初别回来呢 说着又在老师面前搓火 他从小没人叫 也惯了 没想到闯这么大的祸 老师 你可得好好管教他 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哦 差点忘了 他被开除了是吧 那正好 家里也缺干活的人 看出来了 他把自己当半个主人了 没有镜子 还能没有尿吗 我大招正在序里 一个高大的身影 挡在我面前 打断了我的施法 抬头看去 一个俊秀少年 恶狠狠地盯着李妈 我看到了 我作证 是孟琪先挑衅孟云的 不是 哥们 那你刚才去哪了 我忍不住发问 露出精致侧脸的少年 撩了一把头发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我怕你疯起来 连我也戳 行吧 算你小子会狡辩 如果没猜错 这位应该就是 能和女主家庭 抗衡的贵族少爷 龙傲天 这名字可真幻灭呀 果然 李妈瞬间谴媚着脸 龙少爷 我们自己家的事 就不劳您费心了吧 谁知 龙傲天伸出地膀 我龙傲天 誓死守为孟宁 这台词有点耳熟 可这也和剧情不一样了 我难难一句 本来早八就已经够烦了 龙傲天末地回头 你也是大学生 你 我指着他 龙傲天给我扯到一边 我正在看小说 谁知道一睁眼 就到这里了 这人的爸爸 还非要我学着继承家业 我都快疯了 我的重点却歪了 你一个大男人看千金小说 龙傲天扭扭捏捏捏 谁还没个少女心呢 有卧龙 必有凤厨定律成立 有意思了 我慷慨教给他一个秘籍 发疯解决一切 名声在外 有好有坏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变态 从此 这本小说 就别想往正常剧情走 晚饭 李妈一边上菜 一边跟父母汇报学校的情况 听得我只想吃饭暂停 删她一个大壁斗 夫人 你知道我从来不会乱说的 今天这是不怪孟琪小姐 同学们只是跟孟云小姐开个玩笑 她上来就商人 孟琪小姐劝都劝不住 说完孟琪立马小眼睛勤泪 我见有脸 爸妈脸上明显压着怒气 都不想抬头看我 李妈说完 便端了一盘 不知道什么边角料 做成的菜放在我面前 毕竟大小姐之前吃的 也是粗茶淡饭 我怕大小姐吃不惯 就先做的这些 漏洞百出的说辞 这还只是她刚开始的试探 后面直接就给女主剩饭吃了 他们吃肉 我喝汤 他们放屁 我闻香 这谁忍得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妈妈 可她看起来 并没有想为我说一句话 咬了一口盘中的沙拉 既然如此 一起毁灭吧 我指着李妈捂了捂鼻子 咦 我不吃 你抠脚了 你刚抠完脚 又给我妈切沙拉 你还抠鼻子弹汤里去了 突 刚喝了一口汤的我爸 瞬间喷了出来 我妈嘴里的沙拉掉下来 呦 我要去医院洗胃 李妈疯狂咬手 我没有 你有 我看见了 我可不会乱说的 李妈急了 你个野丫头 居然敢胡说八道 此话一出 爸妈的脸色都不对了 我拧着大腿 逼出了几滴泪 我对得起谁 我谁都对不起 我活着就是重错误 但你那冰冷的言语 就是对的吗 你小嘴巴 嘚啵啵啵啵啵啵啵两句 给我本来脆弱的心理防线 捅出一个巨洞 你骂完我 你是舒服了 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了我 孟奇比李妈还急 你别在这里装白莲花 瞅你那副德性 什么德性 爸妈遗传的德性 我一个评 哎 孟奇大招都交了 爸妈不吃了 脸气得像煮熟的大虾 爸爸 李妈 你再敢这样对孟芸说话 以后就不用来了 妈妈 这个月工资减半 以后注意卫生 注意语气 说完 就着孟奇的衣领子 就精神教育去了 妈妈还给我一张无限额的卡 让我收拾一下自己 学校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去给你打点 真是发疯 23小时59分钟55秒 愧就5秒 5秒结束 哈哈 这都是劳资受苦应得的 与此同时 龙家少爷也上新闻 龙家出大事了 龙少爷疯了 龙家安排龙傲天商业联姻 龙傲天不从 居然直接在董事会上 爬上桌子 跳了一段棒子滚女团骚舞 龙老爷气得当场进了医院 一直爱慕龙少的小姐紧急退婚 这小子是懂得怎么让女生下头的 我让你模仿 没让你超越啊 在见面时 龙傲天容光焕发 他拍着我的肩膀 自从学会发疯 日子好过多了 帖子 还得是你呀 我一把打掉他的手 别废话 我问你 你的系统任务是什么 他猛了 系统 任务 说点能听懂的 我连忙问 系统 这是怎么一回事 系统的声音依旧官方 亲 买一送一哦 我信他才有鬼 说实话 系统声音发虚 亲 他是bug 龙傲天不服 你才是bug 你全家都是bug 本少怎么可能只是个配角 我看着他 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 那你可能得帮我完成任务了 才能回去了 龙傲天不屑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 本少爷信手拈来 任务是什么 帮我夺回许家的家产 龙傲天一摆手 我先回去了 老爷子还掉眼水呢 我拉住了他 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 龙傲天手舞足挡 你以为难贫啊 我又不是战神 什么天良了 许家要破产了 我敲咪咪 剑嗖嗖地靠近龙傲天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只要你不正常了 这个世界的人就正常了 系统警告的声音再次响起 哎 你俩别乱来呀 我和龙傲天对视一笑 凭什么穿进去 就要按照剧情走 被欺负得像死狗一样 这千金文 要变天了 我俩首先盯上了校长 学校大会上 校长坐在讲台前 大意凛然 我校一直秉持着 一视同仁的态度 栽培每一位学子 学校作风优良 绝不存在对学生的偏见和歧视 我一个箭步跑上去 揪住他的头发 却没想到连根拔起 差点摔我一个磁溜滑 回头看去 校长的地中海 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秃头 全场被这一幕 逗得哄堂大笑 校长紧紧捂着自己的脑袋 我索性拿起校长的假发 赚起了手绢 龙奥天接力跳上校长的讲台 一边跳骚舞 一边拿着话筒唱 Oh Sexy Lady 我说 你没必要每次都这么变态吧 龙奥天脸上绽放自信的笑容 比亏三板斧 可我只有这骚舞 一招先 吃遍天 姗姗来迟的保安 冲上来要抓我俩 我从龙奥天手里抢过话筒 这个校长 收受贿赂 其实学生 根本就不配做校长 校长急了 要来抢 我把话筒揣兜里 拔腿就跑 一阵话筒的刺耳长音后 现场鸡飞狗跳 系统在我耳边使劲喊着 这是虐闻啊 跑偏了 跑偏了 听说龙奥天他爸刚出院 看完龙奥天的笑闹视频 一抽又进去了 上面成立了调查组 调查贿赂事宜 校长和班主任都被调查了 可学校说什么都要开除我们 就连我爸妈也被孟奇喊了过来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真是后悔当初把你接回来 丢人现眼 孟奇在我面前嘲讽 楼已得挣扎 你以为你能逗得过谁 系统狂喜 还以为你俩能掀起什么波兰呢 最后不还是被开除 回到原剧情了吗 哈哈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龙奥天犹豫再三 拨通了一串电话 把鼻 结果龙奥天他爸捐了几栋楼 条件是 停了学校的舞蹈课 不要再让龙奥天的骚舞进化成二 零版本了 最后 学校把校长开了 龙奥天被请回家改造 走的时候被保镖架着 皮鞋在地上拖得直冒烟 龙老爷自己杯酒 我爸连连称是 孩子嘛 活泼一点正常 掀的假发而已 又不是掀天灵盖 就算掀了天灵盖 说明孩子力气大嘛 该高兴的是 孟奇在旁边气得直抖 又无可奈何 你等着吧 别得意 日子安稳到我生日那天 自然也是孟奇的生日 宴会上 所有人都围着孟奇转 我这个半道出家的真千金 却被挤在阴暗角落里 像个工具人 更让人气愤的是 两个人都过生日 蛋糕却只有一个 精美的蛋糕 摆在孟奇的正前面 生日帽戴在孟奇的头上 我连边都沾不上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原剧情 回到亲生家庭的第一个生日 女主不仅全程像个隐形人 连蛋糕都没分到一块 最后 还被李妈揪去了厨房刷碗 甚至 她都没能活到第二个生日 这天杀的剧情 女主到底做错了什么 孟奇吹完蜡烛 所有人都在欢呼 爸妈问 你俩都许的什么愿 我黑着脸 爸妈还强行给我使眼色 合着蜡烛不是我吹的 还要配合你们 玩母子子笑 孟奇乖乖笑着 我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全场都是负荷的夸赞 轮到我时 我直摇头 我不说 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妈带着慈祥的笑 说出来才灵呢 没事 你说 我亲了亲嗓子 大声喊道 我希望偏心眼的人 都烂屁眼 全场寂静 我妈暗戳地 将蛋糕往我这边挪了挪 有亲戚问我爸 哎 老徐 你的痔疮手术 约的哪天来着 这下更寂静了 接下来 爸妈真累要我先切蛋糕 第一块第二块 全都放在我面前 孟奇恨得咬牙切齿 丢下生日帽就跑了 可他岂是善罢甘休的主 吃完饭 爸妈和亲戚寒暄着 我和孟奇坐在客厅 他见戳戳地走到我面前 别以为爸妈 真的把你当女儿了 你自己难道感受不到吗 我撇撇嘴 感受到了呀 爸妈真是太爱我了 我真是太棒了 笑死 根本不怕 不 看到满客厅的合照了吗 都没你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 把你当许家人 我双眼扫尸一通 满满当当的合照里 没一个女主的身影 甚至女主死后 父母忙不迭地 把他从乡下 带来的东西全烧了 连个念想都不留 想他到死 都没能和父母拍一张照片 连张仪照都没有 或许我也该为他做点什么 我正愁无处施展 一眼看到了门口工人 临时停的拖拉机 虽然我不会开车 但以前在村里 拖拉机开得老六了 孟奇看着我往门口走去 满脸不解 我气沉丹田 黑暗笼罩万物 我将是黑暗中 最后的那道曙光 以雷霆击碎黑暗 别墅外轰隆作响 我疯狂转着摇杆 开着拖拉机冲进客厅 反复冲撞 嘟嘟嘟嘟 哐哐哐哐 咔咔咔咔咔 孟奇傻眼了 冲到客厅的亲戚们 也傻眼了 一遍又一遍 这下别说照片了 客厅都看不出圆貌 最后我跳下拖拉机 来到下巴 快掉地上的爸妈面前 委屈巴巴 我这是第二人格 又出来了吗 都怪妹妹 没事非刺激我 她说这里都没我的合照 这里不是我的家 随后 阴暗 爬行 星星摇避 亲戚被这操作 吓得浑身抖 纷纷议论起我爸妈 妈妈慌忙抱住我 瞪了孟奇一眼之后 连忙说道 照照 咱们现在就照 专门给你照 爷 我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女主以前那么善良 过得跟狗一样 现在我天天发疯 幸福多了 抬头间 我和围墙外面的龙傲天眼 对着眼 他看了一堆废墟的别墅客厅 手里拎的蛋糕 掉在了地上 不是 姐们 你这要牛啊 这跟世界大战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 世界大战开的是坦克大炮 我开的是拖拉机 龙傲天对我肃然起敬 自从我被老爷子关起来 已经好久没发疯了 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跳起来 差点只打到他的膝盖 你头低着点 什么 龙傲天疑惑着 却还是低下头 我一板力敲他头上 你忘事还真快 上次在学校 谁跟个狼外婆似的 你家保姆李妈 她可不止狼外婆那么简单 虽然房子一片废墟 但很明显 许家不止一套房子 爸妈颤颤巍巍搬了新住处 一直叮嘱我 凡事要冷静 真爱生命 远离拖拉机 我和龙傲天 由此对李妈 开启了长大一周的跟踪 果然 到了新住处 李妈忍不住露出了马脚 平日里在采购上做手脚 做假账吞钱也就算了 趁着妈妈不在 她总是偷偷溜进妈妈的房间 偷使妈妈的衣服首饰 挑一些妈妈不常用的出去卖 看那熟练的驾驶 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怪不得孟奇夺走 许家家产的剧情 李妈也有份 很明显 从一开始 她就是个不干净的人 割裂她和孟奇的关系 或许就是突破口 趁着妈妈外出做保养的空档 我和龙傲天蹲在房子的角落 盯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龙傲天满脸骄傲的跟我说 今天肯定大获全胜 因为特地穿了紫色的苦茶 我问为什么 她说紫定能行 我沉默三秒 竖了个中指 于是我俩开始了漫长的蹲手 蹲这么久 她都没动静 会不会今天 她不打算干什么呀 我听见大门传来门铃声 嘘 好戏开始了 不一会 从大门口走进一个 与李妈年龄相仿的男子 狗狗碎碎的 一进门 李妈就一副殷勤的样子 喊她老公 老公 这李妈还家带私货呀 平时居然趁你爸妈不在家 把外人放进来 龙傲天看向我 我双眼微眯 一动不动 李妈老公一进门 手就伸向了我爸酒柜上的珍藏酒 李妈打她手一下 那些别动 那是老爷平日最喜欢的酒 还算有点脑子 你喝这些 这些是最贵的 平时她都舍不得拿出来 不会被发现 喝完我灌点自来水进去 说完 打开了柜子下面的酒盒子 你确定那个老太婆 不会突然回来吗 放心吧 她每次保养都得一整天 回来之前 我能收拾干净 说完 两个人就像进入了自己家一样 一副主人家的模样 他俩一手拎一瓶酒 嘻嘻哈哈的 在房子里转着 李妈老公踩在沙发上 一边喝一边 跟着音乐跳舞 李妈打开我妈房间的门 敷上了我妈的面膜 打开我妈的贵妇护服品 挖出一大坨 抹在了大腿上 见罐子里少得太多 他又挤了点自己的大宝进去 盖上盖子之前 他卡了口老坛 吐进去之后疯狂搅拌 嘴里愤愤着 要你老指挥 我做这个做那个 让你抹完烂脸 我恶心地回过头去看龙奥天 龙奥天已经在呕了 是时候让狗咬狗了 我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 家里好像禁贼了 妈妈声音带着惬意 你等等 我看看监控 半晌 监控怎么关了 我给李妈打电话 我阻止她 妈妈的车一脚刹车 停在别墅门口 他张望了会后 敲迷你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的场景 把我妈惊得直接说不出话来 客厅 厨房 房间 全都一塌糊涂 李妈躺在我妈的专属浴缸里 闭着眼睛享受智能按摩 玫瑰花瓣涂满了整个浴室 李妈老公躺在爸妈的大床上 吐得到处都是 那醉鬼睁眼看见我妈 居然还口出狂言 美女 来晚啊 陪哥再喝一杯 啊 我妈的尖叫几乎震碎我的耳膜 李妈手忙脚乱的从浴缸里爬出来 疯狂扒着身上的玫瑰花瓣 等李妈穿好衣服的时候 孟琪也回到了家 看着眼前的一幕和暴怒的老妈 她的眼睛一直在疯狂转着 不知道在寻思什么 我妈气得直抖 李妈 我平日里带你不薄吧 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干这种事 你的职业素养呢 李妈跪在地上胃流满面 夫人 求您了 我全家都靠我做保姆养活了 您别辞退我 见妈妈并未松动 她又去求孟琪 孟琪小姐 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有多好 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求求您帮帮我 孟琪本来也想为李妈说什么 可妈妈那表情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甚至有牵连的趋势 孟琪当即变了态度 指着保姆 你干着这些违背职业素养的事 还想我们继续用你 告诉你 我现在就报警抓你 对 我妈也跟着附和 是得报警 好好调查调查她 谁知道她有没有干其他更过分的事 你说得照做了 为什么现在你到了落井下石 哦 或意外收获 我妈质疑的眼神看向孟琪 她倒是十分镇定 胡说八道 这个保姆真的是奇形可诛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赶紧报警 最后李妈被警察带去问话 可妈妈对孟琪的失望 已经很显然了 像他们这种商人 自己可以是卑鄙无耻的 却难以忍受自己的孩子 带着这种心眼做人 以前在他们的心中 孟琪一直是白莲花一般的存在 可如今 他们已经慢慢不这样看了 我和龙奥天已经蹲到脚麻 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我隐约觉得哪里总是不对劲 你没发现孟琪最近总是不见人影 龙奥天没发现 我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 我猛地回头 龙奥天又突然改口 我 我是说 我的注意力都在我俩的计划上 我叮嘱龙奥天 这李妈肯定还得盯着 果然 从警局出来没几天 李妈又频繁地出现在别墅附近 每次都是和孟琪碰头 这一次正好被刚出门的我碰到 我转身躲在旁边 听着这一切 李妈的声音很焦急 我不会和你计较 但你必须要做决定了 你没发现吗 你爸妈现在更喜欢她那个亲生女儿 对你是越来越疏离了 孟琪有些犹豫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不 我不能轻易地相信你 可接下来李妈的一句话 直接对我俩都吓懵了 因为我就是你的亲妈呀 当初我和你爸生下你 却没钱养 起了心思 就把你和小姐调换了 那天大雪 我们把小姐扔进了垃圾桶 本以为她活不下去了 谁知道会被一对进城的夫妇 正好捡走了 孟琪被吓得跌坐在地 不可能 我怎么会是保母的女儿 事实就是这样 真相也只是老爷夫人 一个亲子鉴定的事 你爸你妈我们也老了 需要你养老了 你要是不为我们着想 要是夫人知道 你是这样取代小姐的 你猜他们还会认你吗 你还能过着 现在这样千金小姐的日子吗 原来 霍起肖强 罪魁祸首一直就在许家 就是这个李妈 害得女主流落在外 吃尽苦头 好不容易回家 又在她和孟琪的合作之下 熄灭了女主心中最后一点希望 孟琪沉默了半上 说了句 明白了 决定 什么决定 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我和龙奥天干饭干了一整天 也没想明白 孟琪的计划会是什么 我本以为她针对的会是我 直到我接到了电话 小姐 老爷夫人出车祸了 都没能抢救过来 我和龙奥天 紧赶慢赶地往停尸房跑 终于 再见到爸妈尸体的那刻 我的眼角不自觉流出眼泪 龙奥天挽起袖口帮我擦拭 才这么长时间 你就对他们有感情了 我抹了抹脸庞 才意识到 这滴泪是这具身体流出来的 或许 女主正在为父母哭泣 也为自己的未来哭泣 奥天 我突然改主意了 起码 我要为女主夺回一切 她召唤我来的目的 不就是想摆脱命运吗 那就是仪式 孟琪那边开设了宴会 第一时间对外宣布 她将继承许家所有财产 等我和龙奥天赶到时 孟琪坐在正席上 已经俨然一副 未来继承人的模样 她手中摇着香槟 对着我挑衅 你来我家有事吗 香巴老 看她嘚瑟的模样 我忍住抽她的冲动 你说有你继承所有家产 证据呢 其他人也不免有此疑问 孟琪不慌不忙地 拿出一份文件 这里是我爸妈 早就写好的遗嘱 许家的一切 都有我这个 一直在他们身边 孝顺的女儿继承 你只不过是有血缘罢了 在遗嘱面前 不值一提 孟琪爸妈的死 就是你一手策划的 此话一说 人群就像炸开了锅 对哦 怎么突然认回妻女儿 就突然出车祸了 还把遗产都留给养女 肯定有人在说谎 不会吧 这要是真的 那可就是谋杀 可孟琪依旧不慌不忙 谁主张谁举证 证据呢 我 我拿不出证据 现场所有人期待的目光 都在我身上 可我确实拿不出什么证据 渐渐的 舆论声开始倒戈 也是 毕竟一个是从小 接受精英教育的大小姐 一个是乡下来的丫头 要是我 肯定也不会放心 把公司交给她 该不是极度才来闹吧 真够丢人的 孟琪眼见站上风 哈哈大笑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得你对于我而言 与垃圾无异 垃圾 就应该丢在垃圾桶里 她不知道 从一开始 我就偷偷按下了录音键 就在这个时候 龙奥天接到了电话 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 我抬腿就往外面走 孟琪的继笑声在身后回荡 今晚我设宴 各位吃好喝好 一同庆祝 爸妈死了 她却要庆祝 我要让她知道 什么叫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我一路跟随龙奥天的脚步 李妈已经抓起来了 我打点了那群小混混 等李妈兴高采烈 往这边赶的时候 一棍子闷晕了她 为了伪装 我俩在街头买了两幅面具 我戴上咸蛋超人 她戴上奥特曼 傻是傻了点 但总比认出来强 一进屋 李妈已经在破口大骂 你知道我女儿是谁吗 许氏集团的大老板 现任继承人 居然敢绑架我 等我出去 我一定要让我女儿抽你们的金 扒你们的皮 我一个大臂斗 让她不敢吭声了 女儿 你真的以为你女儿会来救你 龙奥天仰天长笑 哈哈 我们就是你女儿派来杀你灭口的 李妈思索了一会 却还是露出怀疑的目光 不可能 你们在骗我 我女儿明明答应 要带我过贵妇人的日子了 她难道不抛倒戈吗 我洋装拨通了电话 实则是打开本已编辑好的录音表 我对着那边喂了一声 李妈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呼救 女儿 女儿 快来救妈呀 我按了一下 孟琪的声音通过手机传了出来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李妈懵了 不可置信 可电话里确确实是孟琪的声音 李妈急了 没有我的话 你怎么给他们的车座的手脚 怎么那么快地继承遗产 我再次按下 现在的你对于我而言 与垃圾无意 垃圾就应该丢在垃圾桶里 李妈的脸立刻憋得通红 显然已经深信不疑 要不是被按住 她都恨不得跟手机撕起来 你个死丫头 要不是我 你能过上现在的日子 你居然过河拆桥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又按了一下 贱人真该死 孟琪的声音刻薄至极 这下 李妈彻底破防了 我洋装挂了电话 给龙奥天使了个眼色 这会动手 还是等会动手 孟琪小姐交代了 杀了之后 扔垃圾桶里就行了 李妈听完抖得像个筛子 口中喃喃着 你个贱丫头 我一生都在为你盘算 你居然这么对我 龙奥天识相地捂了捂肚子 有点饿了 先去吃个饭 毕竟等会也是立即活 我俩故意忘了锁门 看着李妈摸摸索索地 跑出了门 这一路直奔向许家 我和龙奥天也跟了上去 大厅中 孟琪流转在众人中间 如鱼得水 脸上尽是得意的红光 可这红光却在一瞬间 被李妈的耳光取代 啪 李妈也害 好啊 今天我就让大家都知道 你的真面目 孟琪拉都拉不住 李妈扯着嗓子吼 许孟琪 是我的女儿 她不是被误认的 而是我故意换的 她偷走了梦云的人生 而且许家父母的死 也是她派人在刹车上做手脚 遗嘱是伪造的 你胡说 孟琪手中的酒撒了大半 你为什么要来害我 李妈插着腰 一副泼腹像 我可以配合亲子鉴定 证明她就是我的女儿 刹车有没有做手脚 想查一定能查得到 顺藤摸瓜 她跑不掉 孟琪一把将李妈推倒在地 嘴里叫骂着 你个疯婆子 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个杀千刀的 敢推我 李妈上去就和孟琪撕扯在一起 李妈这些年来 在许家忍气吞声 为的就是有一天 利用许孟琪吞掉许家的财产 可如今 两个人为了财产反目成仇 人群中有人报警了 孟琪这才看到 在人群看热闹的我 是不是你搞的鬼 她想上前薅我 却又被李妈拽了回去 两个人又打成一团 可即使忙着互撕 酒杯都还在孟琪手中 倔强握着 优雅 永不过时 警察来的时候 她已完全没有 方才的光彩模样了 说什么都不愿意走 不可以 这里都是我的财产 这都是我的 我不要去警察局 李妈说的倒是没错 这警局一进 怕是这辈子 她都出不来了 可如今 她已经进退两难 注定是输家 孟琪眼角已经染了红 她看了眼还在叫骂的李妈 她抬手将手中的酒杯 磕在桌子上 背体碎裂 落了一地 手上的残渣 下着李妈的脖子就去了 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现在已经是许家的继承人了 速度之快 等李妈捂住脖子的时候 鞋已经止不住地冒 李妈想说什么 嘴里却只有血泡冒出来 警察立马用电机枪 将孟琪制服 人群一片唏嘘 李妈还没送进医院 就已经咽了气 调查之下 刹车果然是孟琪动的手脚 这下 孟琪的缝纫机 估计要采冒烟了 阴差阳错 女主的家产还是被我夺了回来 系统的声音如约而至 恭喜青青 任务成功 您可以选择回到现实世界了 我和龙傲天对视一眼 那我们要是选择不回去呢 系统的声音带着威胁 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放弃 到时候求我们也不行哦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谁求谁 我和龙傲天合出了一本书 叫楚门的世界2.0 您以为自己是有灵魂的吗 错 其实你们只是 作者键盘下的代码 你们只是文中的NPC 主角的陪衬 被剧情支配 你们不属于你们 觉醒吧 火机科学家们 此书一出 迅速掀起轩然大波 就连街边上的乞丐都开始怀疑 自己日复一日 在街头上抖盆 是为什么 全世界开始躁动 世界开始频频出现 bug 企业家们在大楼上撒钱 撒完发现钱 又回到了自己手中 果农砍倒果树 第二天果树恢复原样 这些人越来越相信我们说的 开始主动篡改 本该正常运行的剧情 系统大军们努力在维持修复 可负荷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系统终于与其缓和了 我现在送你们回去 能不能不要闹了 这下换我们无所谓 龙傲天高傲着头颅 呦 不是要我们求你的时候了 系统幻化人形 扑通一下跪在我们面前 求求两位爷了 我还想升职 成为一级系统呢 再这样下去 我也玩完了 话音刚落 整个世界系统彻底崩溃 各种小说的剧情 开始逐渐鬼畜 在我们面前疯狂闪现 虐文女主们突然觉醒 不再执着那个 不爱自己的男人 上前给了她一个大臂斗 爱喜欢不喜欢 老娘凭什么非要你喜欢 这癌症你来的 这搂你来跳 恶毒女配们也开始觉醒 本小姐人美智商高 为什么非要和别人 争一个男人 男人多的是 最后女主和女配手拉着手 丢下男主就走 炮灰男二们也如蹄虎灌顶 男女主恩爱情仇 我凑什么热闹 有这时间 我二胎都剩了 所有角色们都开始觉醒 就在这空隙之间 空间突然撕裂了两个大洞 透过模模糊糊的虚影 我能看出来 里面的陈设正是我的宿舍 可能 我们要说再见了 龙傲天看着我 会再见的对不对 虚动越来越小 我们不得不分别 临走时 龙傲天往我手里塞了纸条 在虚动关上的最后一秒 我钻了出去 恍惚之间 我好像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孩声音说着 谢谢你 一阵刺眼的白光之后 熟悉的环境 我穿越前的寝室 我还在恍神 是有慌张的声音从卫生间传来 小月 你愣着干什么呀 要迟到了 真的 穿回来了 摊开手掌 那张纸条静静躺在手心 我打开纸条 里面龙傲天的字迹 龙飞凤舞 某某大学 工程学院 哥叫张义 提哥的名字 无人不知 居然是一个学院的 愣神间已经被室友拎着衣领 往教室跑 跑到一半 和同样被室友拎着衣领的少年 差点撞到一起 我抬头 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你是 龙傲天 那人眼中闪着惊喜 我就说 会再见的